今天的戲劇配樂獎 第58屆金鐘獎 戲劇配樂獎得獎的是 台灣犯罪故事 侯志堅 蘇菲六 高敏倫 黃偉辰 類型配樂製作精良 方向精準 堅固規模 氣質統合性高 電子聲響 tone調及音色令人驚艷 配樂儆跟角色心境 擺脫傳統的沉重江湖味 讓犯罪暴力與人情之間多了一層溫暖 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可以跟我的工作夥伴一起得到這個獎 我謝謝評審 然後謝謝劇組 謝謝主創們的信任 然後我會繼續帶著這個鼓勵 然後幫每部戲都加分 最後我要謝謝我的家人 兒子爸爸得獎了 謝謝 謝謝 嗨 我是Sophie Lu 媽 我得獎了 我想要先謝謝評審 這輩子日日夜夜都在創作著 看著畫面 看著表演著 感受著 傾聽著 直到入圍的那一天 才發覺啊 我的音樂被人聽見了啊 然後我要謝謝我的人生偶像 侯志堅老師 然後謝謝我們團隊的 威廉 艾瑪 貝拉 咪咪和一千 然後謝謝台灣犯罪故事的全體團隊 你們做出那麼努力 做出那麼好的作品 讓我們來配樂 真的非常感謝 然後我要謝謝我的爸爸 媽媽 家人 弟弟妹妹 還有我的女兒 陳如 媽媽好愛你喔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黃偉哲 不是他男市長 首先我要感謝上帝 這個榮耀是他的 然後我再來感謝我的侯志堅老師 以及宗志華老師 兩位領導我的老師 謝謝你們 然後最後我要感謝我天空之城音樂夥伴 Sophie 艾瑪 貝拉 一千 還有咪咪 謝謝你們 最後我要感謝我最愛的老婆 以及我兩個最愛的女兒 謝謝你們 我是艾瑪 高敏倫 然後我特別謝謝我老公現在在幫我帶孩子 然後現在老闆帶我飛 然後 我就是做配樂十二年 然後這一刻真的很感謝評審 特別開心 謝謝大家 謝謝頒獎人 也恭喜得獎者 謝謝你 謝謝你